诶 奶奶 剩下八秒钟而已很危险的 等一下一个绿灯我扶你过去好不好 嗯 嗯 喂 走路不看路啊 没看到红灯吗 对呀对呀 没看到红灯吗 诶 老兄 虽然这个小弟弟闯了红灯 但无论灯号如何 经过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减速才对啊 小弟弟 过马路 不是 走路滑手机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现在知道了吧 天呐 汤 你好帅哦 绿灯啊 你不招服奶奶过马路 对哦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光临GT交通事务所 我是Joy 我是汤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应该要注意的行人安全 所以到底是行人要让车子 还是行人最大呢 嗯 这个问题很好 通常马路上会设置行人穿越道 像是斑马线和枕木纹穿越道等等 诶 枕木纹穿越道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都没有看过 平常我们看到认为是斑马线的穿越道 正确名称是枕木纹穿越道 这个斜斜的东西才叫做斑马线啊 哇 原来我一直都搞错了 当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就好像有帝王条款保护一样 诶 帝王条款是什么意思啊 所谓帝王条款就好像行人拿着顺纸一样 无论是什么情况下 车辆都要离让才行 所以就算行人闯红灯要吃拔单 但如果发生事故 驾驶也有可能要负责任咯 没错 而且就算行人穿越道上没有人 车辆经过时没有减速 也要开罚600元到1800元啊 但如果上面明明有人 车子还直接冲过去呢 那就会直接拉伯变成1200元到3600元啊 多痛的领悟啊 哇 我真没想到行人 在马路上的权力竟然这么大 是的 不过当有看见静止穿越等等的标识啦 风格岛啦 或是双黄线 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马路啊 这样不仅很危险 还要吃上300元的罚单哦 所以行人虽然在穿越道上最大 但也不代表可以随便乱来呢 还有还有 我们也要注意路上爷爷奶奶们的交通安全 爷爷奶奶因为年纪大了 常常会遇上一些认知 与运动能力退化的问题 或是遇到突发状况 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等等 爷爷奶奶可能会以为自己 还跟当年一样有猛 或是不小心忘记 update交通规则的资料片 因此我们除了要提起身边的爷爷奶奶外 在马路上也要多多帮助他们哦 OK 今天的案子算是破解了 水一提的交通事务所 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